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雲霸 你好,我是傑森東京的安蘭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這支Vivo的新的旗艦 Vivo Next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直接開箱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外盒上面有 主要highlight它這次的幾個大特色 就是接近百分之百的全面屏 引擎指紋辨識 還有他們是Vivo是這次2018 世界杯足球賽的主要的贊助商 那再來我們會看到它裡面的 盒子裡面的樣子 配件全部藏在一個超廳裡面 雙引擎三寸 規格其實很強 它支援5V2A 9V2A 還有最高10V2.25A 這是第一款 第一次看到有人用10V來充電的 對,因為它一個小時其實 它都可以雙快90% 一個小時可以超90% 真是蠻強的 那再來是看到它的耳機 這個耳機我一直覺得它很可愛 整個膠囊形式的 然後它的矽膠套在下面 然後它的保護殼 它是雙料的 外面是硬殼 旁邊是橡膠 所以是軟 所以即使你今天把手進來去包膜 它也不會傷口 但是它的對打針 中間線 傳輸線 那是使用太得起的傳輸接頭嗎 這一次的手機 VIVO NEX 其實之前在發表的時候 就非常的受到矚目 因為它這次的亮點真的非常多 那首先就可以看到它的外型 它是採用雙面玻璃的材質 然後這個背蓋 它有點像 之前的三星的XS9 那種感覺 雙曲面的 它預設出廠之後 就有貼上一層保護殼 它的背蓋的材質 讓大家看過晶圓 它是一頂一頂 翻頂的感覺 一色往後 對很漂亮 這個地方我覺得很精緻 那再來可以看到它的鏡頭 看到它的正面 正面就一定要把它螢幕打開了 先看一下開機的畫面 這螢幕它有6.59吋 6.59吋 對 全螢幕的大部分 它是沒有瀏海的 所以它是完整形式 6.59吋 再來就是可以看到它這一次 它的指紋辨識在這個地方 背面也沒有手機辨識 它是全球首款 真的把指紋辨識技術量產的手機硬牌 而且這次已經出到第三代了 所以它的指紋解鎖的速度比較快 那我已經把螢幕指紋辨識都設定好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解鎖速度 在手機拿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亮起這個指紋辨識的符號 那把手指放在這個地方 它解鎖 非常的快 也因為它使用脸部辨識 以前像Apple 它會用臉部辨識 那是因為它把指紋辨識拿掉了 可是它又要兼顧安全性 所以它才導入一個臉部辨識 那現在指紋辨識又回到正前方 其實就沒有使用臉部辨識的必要 因為就一樣方便 所以它這次手機 它沒有導入臉部辨識 那再來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全面屏 它的螢幕佔比真的是非常的高 它螢幕的佔比已經達到91%了 91%了 所以唯一 還有一點點一點的就在下方 那我覺得已經可以接受了 就已經沒有瀏海 那這一次它把螢幕的屏障力做得更高 那大家會好奇 那前鏡頭卡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邊它採用伸縮式的前鏡頭 那怎麼開啟呢 我們直接打開相機 這次預設是往前拍嘛 就把它切到前鏡頭 然後我們的前鏡頭就會伸起來 這一點還是非常酷的 而且這個前鏡頭 其實你用單鏡的時候才會不會壞 因為其實我們用比較暴力的方式 按壓的話 這樣子就往下壓 它也不會壞掉 而且它會有緩衝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樣按下去 它會慢慢降下去 那Levo他們原廠有一支影片 它用了很多支手機 然後放在桌上 其一個女孩在上面跳舞 然後它經過測試之後 他們發現這個鏡頭 可以承受這樣的彎折的力度 力道大概可以承受30公斤 對他們有測試過 所以即使你不小心碰到 應該都沒有問題 對 那它的結構做得非常好 那大陸這邊其實有一個提測 他們有做了拍相 然後還有去研究裡面的機構 然後發現這邊的花軌 是機構非常的結實 對非常紮實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正面喔 正面它把鏡頭藏起來 它聽筒也是一個亮點 看一下聽筒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支手機沒有前面的聽筒 Levo它這支有一個黑科技 它叫做全螢幕的發聲技術 對等於是你耳朵想要貼近這個螢幕上面 它就全部都可以聽到電話中的聲音 而且我們經過實測啊 那我自己在測試講電話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耳朵 從這邊貼到這邊到這邊 全部都可以聽得到 那個對方講話的聲音 不過會越往下越小聲 大概到這邊就到極限 再往下就會沒有聲音 所以這整個手機的螢幕的三分之二 都可以拿來聽電話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相機的部分 那這支相機啊 那它一樣有很多功能 美顏 全頂照片 還有專業模式 專業模式 有很多選項可以選 ISO 最低可以到50 快門時間最多可以到32秒 32秒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像在一些新軌啊 瀑布 車軌 看的時間越長是越好 你在拍攝的彈性會越大 AI場景辨識啊 只有500多種場景 那在偵測到主體是什麼的時候 他就會去自動調教 相機的一些設計跟對比度 比如說像拍一些建築物 拍攝逆光環境 拍攝貓啊 狗啊 人啊 都會套用不一樣的產屬 在這個地方會出現一個小故事 再來是AR萌拍 AR萌拍它就是 對 為什麼有這些 然後它是跟天天地圖合作的 在接到簡陋房 然後簡陋回想出來 那它一樣支援拍照 肉眼 跟美眼 美眼部分啊 其實它有分兩個部分 有複色 複色它這邊可以調 有複色想要白一點 想要暖色一點 或者是說你的 這裡有一個六段的智慧眼鏡模式 修圖的多一點 或者想要自然一點 當然你就把這個點子分小一點 但是你想要讓修圖強硬 可以按六就好 你要讓它全自動調理修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它的 Vegonet的遊戲模式 它的遊戲模式 因為這支手機的CPU 是有高通發式的 雖然它是一支非常適合玩遊戲的手機 像它的遊戲模式 它在設定完之後 可以轉進去遊戲裡面 它這邊呢 它會有設定說 這個遊戲的助手 例如你要被請朋友 或者是自動別人打電話進來 就能把它拒絕 這個時候可以去開啟 那我們點進去之後呢 這個遊戲的畫面才是全螢幕的 它不會有被卡片的東西 這是什麼遊戲 這個是刺激 刺激 這個是現在大部分人 很多人會玩的那種刺激的遊戲 然後呢 其實 玩遊戲最怕的就是在打字的畫面 因為打字的時候 畫面會被擋住 欸? V-Five不是才是刺激嗎? 其實它有兩個 有兩個喔 然後這支Vivo呢 它其實還蠻用心的 它在鍵盤上面 因為我們很怕打字 是因為它可能會擋住畫面 遊戲我們在打怪的時候 如果被擋住畫面 一直沒有看到我們就死了 但是這個 鍵盤它幫你做非常小的鍵盤 它可以做得到這麼小 會擋住你大部分的遊戲畫面 當你在玩遊戲的體驗上面 它其實體驗會比其他手機來說 來的更好一點 因為大部分的手機 它的鍵盤都會到螢幕的這個點 這個範圍 然後呢 這個玩遊戲的部分 因為這支手機啊 它有一個內在的技術 它就靈感散熱的技術 它其實在你玩遊戲 一小時到兩小時之間 後面 後面的發燙 你會覺得它好像沒有發燙 因為它是靈感的散熱技術 它散熱技術 它散熱技術是優於其他牌的手機 好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